这里打开谷歌apps.net的网站 在这里搜索tamprmonkey的插件 然后添加至chrome 这里点下载 这里点保留 中文字幕提供 这里解压 拿换一个文件夹提取到文件夹下面 复制一下这个路径 在这里更多工具扩展程序 这里点击开发展模式 加载刚才已经解压的文件夹的目录 这样就安装完成了 在这里出现一个图标 然后点这一图标或许新的脚本 点击grossy folk 在这里比如搜豆瓣 点击第一条 点击安装此脚本 点击安装 这时候其实已经安装完成了 我们可以重复安装 那我们就不重复安装 现在我们使用这个脚本 打开豆瓣的网站 这里搜索 这里搜索一个电影 叫霸黄别姬吧 然后点击这个电影 我们这里点击总是允许域名 然后这里它会自动请求相关的一些电影资源的网站 这时候请求完成之后 我们点击请完成成功请求到的 只显示成功获取的一些资源的地址 点击是 下面都是一些有资源的网站 那么你可以在哪看 选择在什么网站上看 比如说 腾讯视频 可以现在看 那么你也可以找电影资源的下载的网址 这里我们就不点击下载了 这里有好多网站 有的是可以完成下载的 有的是有问题的 需要试几次 还比如这里是去网盘搜索 比如说百度网盘 可以选择一个网盘地址 比如这里帮我们别急 这里点击进去百度网盘直接挑转 这我们又找到了这个资源地址 这可能是非常高清的啊 1080P的 然后这时候就能下载 我们再试着找一本书 点击读书 先选一本书吧 或者是 点一下五四运动识吧 这个书太新了 一般太新的书找不到 找一本老点的书 我们找吴俊的这本大学之路 那么这里会不断地请求 自然网站 如果能够请求到 它会在这里显示有成功多少个 很遗憾 我们回过去找一本书 我们找这样一本书吧 稍微老点的书 这时候可以看到有十三个成功的资源 我们点击试 只显示成功的 这里可以从下来 比如说是中文的话 我们去我一般只去这个网站找 那么这个就可能有啊 这个也是可能可能有的 这个也是可能有的 那我们直接去下载就行了 我们可以下载我们小时候的书了 这需要我登录啊 我这里已经不登录了 其实这里有很多的脚本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比如说一些常用的脚本可以去广告的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脚本可以自己去看 研究一下 好 视频就介绍到这里